发文拜托民众真的不要再送物资了 亚东医院急诊病房主任洪芳明在脸书抛文 说集中检疫所里的医护人员警察大哥 穿着厚重的兔宝宝隔离衣 一箱又一袋协助家属运送物资 想提醒病患医疗人员应该是来照顾大家 而不是帮大家运送物资 还说今天速度90度鞠躬 拜托家属赶紧离开 但民众看来一点都不害怕 只想为他们心爱的家人送物资 意思说集中检疫所能提供足够的饮食跟医疗照顾 但绝对不是度假中心 另外也请集中检疫所的病人不要叫外送 因为就算一再广播 还是很多外送员冒着生命危险 跨越感染红线送食物 实际到检疫所外头看 民众拿着物资走出来 除了行李大包小包 还提着泡面等日常生活用品 而集中检疫所大门社有告示 就怕民众不断送物资进来 规定11点才开放收物资 民众热心想为疫情提供一份心力 不过洪方明解释 虽然集中检疫所是收治无症状或是轻症的个案 不过光是他一个人 一天就要照顾300名病患 连续4天睡不到15小时 物资不缺反而是人力已经吃紧 拜托民众别好心反而帮到忙 加重抑护负担 TVBS新闻 徐坤上文浩子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